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看我的身后 是这些年用的双肩包 自从拍视频开始 我的包就从女士包 变成了功能型双肩包 适合日常通勤或者远距离出行 基本上每隔两年升级一次 最早的是在2018年2019年入手的 距离现在有点久远 但其实还是在售款 最新的就是前两个月开用的 那这期视频就来简单分享一下 首先有请我美丽的装饰品 北面的户外背包 去年这个时候我在东京 然后路过了一家户外用品店 当时觉得身上的背包不太好用 就冲进去入手了 会去睡的话到手价七八百 超喜欢它的配色 就很吃它的颜值 但是讲真的它背起来不算舒适型 东西一多了之后就感觉背了一背楼的板砖一样 它用的是高强度防撕裂材料 确实防水耐磨 我背它的时候也是处于随时就可以往地上啪一放 但不幸的是表面的这个logo图层还是很容易被蹭掉 这个包是30升的容量 重1050克 我173背上就是这样的感觉 很大 很能装 整一个是直筒型的 顶部有一个网面的口袋 加一个电脑夹层 以及一个可以取的小包 用来放正简杂物之类的 然后外层也是有很大的口袋 两个侧袋 但因为这个面料它很硬挺 就没有伸缩性嘛 所以这外层的空间和内部的 其实共用的关系 就里面的东西装的多 外面的几乎就装不了了 虽然这个包已经到手一年的时间 但我其实使用频率很低 就日常出门我是不会选择背它的 因为板型的原因 东西装的少 就会晃动感很明显 背起来是有点甩的 而东西装多了之后 它的那个肩带是偏硬的 会压肩 虽然说我日常的利用率不高 它背起来也不是那么舒适 但还是不妨碍我很喜欢它 然后同一时间 我还挑选了一个零钱收纳包 当时就想着给这个包来点装饰 也不是说完全就不能用了 装点硬币零钱啥的 也还是OK的 但是其实不太实用 这两个都是Naya Smart的背包 是我今年更新的款式 这个更适合日常通勤使用 这个更适合外出旅行用 都是今年比较流行的卷口背包 就是这样折起来的关包设计 我历年的包都是黑色的 今年算是大胆尝试一下浅色 它整个是米白色 很简约 能防水防雾 所以整个还挺耐脏的 像我现在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看起来还比较新 这个包是20升的容量 重850克 上身就是这样的感觉 很适合日常通勤使用 像我最近一段时间 经常就会背个笔记本 电源再带个掌机 还有一点小东西 就感觉还是比较轻松的 然后它的分层属于常规型 但利用率比较高 包里大概有8个不同大小的隔层 背部还有一个很厚实 但绒部的隔层 最大是可以放16寸的笔记本 但是开口边缘是收窄的 所以放的时候会有点费劲 不过我还是最喜欢 把我的MC Max就放在这个隔层里 这样能有更好的防护效果 避免跟其他设备的刮蹭 然后它两边的侧带还带一点弹力 背部的侧边带一个方便 拿取手机的小包 相比较我以前的Vivo 这个就显得更加时尚一点 我比较喜欢它的收纳 它的功能性 虽然说容量不是特别大 但就很适合我日常使用 所以现在的使用频率很高 一个400多 一个900多 一倍的差价 可以理解成 Plus版和Pro Max版 乍一看 好像版型差不多 但其实风格完全不同 那是深色的迷彩图案 很硬汉的风格 然后这个包它的用料更好 是烤杜拉材质 所以整个是更硬挺 更耐磨 更防水的 245升的容量 对我来讲大小就刚刚好 但我有点大意的是它的重量 自重都有1280克 火腹重不行 会觉得有点沉了 不过好在背部和肩膀都有一些处理 让它的功能分区 划分很明确 正面这一块可以整个打开 主要是拿来放物品的 不过里面就只有两个小袋 磁吸壁和关包 它这个锁扣我觉得很神奇 将吸附上之后 怎样的去拉拽 怎样的去掰 都是不动的 但是注意角度 拽这个小的绳子 以下打开了 还能看到这里面隐藏的一个小隔层 然后这一部分是专门用来放数码设备的 有5个隔层 就可以放我16寸的笔记本 12.9寸的平板 两个区域是相通的 感觉没啥必要 然后这个包还有一些隔层 是比较隐蔽的 比如留给手机护照证件的位置 但是我会觉得拿取不是很方便 肩膀上还有一个迷你口袋 侧包是拉链式的 其中一个是防水的设计 正面还有一个侧开的口袋 总的来讲 这个包的功能很丰富 除了隔层 还有很多地方是可以挂东西的 最喜欢的就是它的分区 因为我有很多电子设备 分层收纳对我来讲很重要 但因为这个包对我来说有点重 所以我会更多用在出行 这两个是KVV型的包 电脑包600多 折叠变形包300多 严格来讲 这两个不算是功能型双肩包 更多的是它们设计新颖 当年我已经简单分享过了 但其实我的这台笔记本接近16寸了 所以它放进去就这样 将将好的状态 这里有一个拉链网不带 然后这里有一个皮筋扣 这两个扣扣上就是单肩背法 反正以前的笔记本包都是这样背的 然后它还送了一根背带 这样三角形扣起来 就可以双肩背了 是这个样子的 大家觉得怎么样 统统装里边 以后它就变成一个勉强便携游戏机了 OK了 快12斤 当时我觉得这个包很有质感 现在看起来就会觉得有点过分商务 然后我这三年的时间 几乎都是放家里的 还很新 但因为它是PUP 边角还是有不同程度的磨损 毕竟是一个公文包的基础形态 再加上肩带也不是正儿八经的背包肩带 所以背久了肯定是不舒适的 不过我还是觉得它设计很有想法 三明治变形包 因为可以变大变小 现在就是小的形态 小包放东西的位置 里面有两根肩带 做了要松紧扣 网不带 123 扁平水桶状的一个背包 前面是有一个 只有口袋的 背后也有一个口袋 把肩带细上就可以背起来了 因为这个包它可以变大变小 所以很软 也很轻 730克 容量的话 15升 15升左右 确实有很多背法 不过看它的肩带 不能背很多东西 也不能背很久 会勒肩 然后经过三年的使用 因为它边角都是PUP 所以磨损很明显 所以磨损很明显 这两个是国家地理的双肩背包 一个小一点一个大一点 一起入手的 340 算下来就是100多一个 那这两个包呢 属于很日常很普通 但是挺经典的设计 毕竟五六年过去了 都还在瘦 小的这个很轻 680克 但是我不知道它的确切容量 别看它小小一个 它其实挺能装的 背在身上就是这样的 我之前是专门拿这个包放 13寸的MacBook 我感觉就挺合适的 然后它里面的隔层还挺多 足足有7个 外层还有一个口袋 两边各一个侧袋 就属于麻雀虽小 但五脏俱全 只是说我现在笔记本太大了 16寸的就有点装不下 而且它的防护性确实有点弱 不过这个价格要啥自行车呢 这个大的 我也不知道它确切的容量 其实N年前买这种双肩包的时候 是没有生这个概念的 当时它只会把尺寸标注出来 然后这个包是重780克 整个也是很轻的 相比较刚才的呢 它属于家长家大版 那里的结构差不多 也是有7个口袋 外边有一个前伏袋 然后这个包它有点不一样的就是 它没有侧袋 是漱口设计 没有拉链 每次用的时候呢 就要把顶盖固定 感觉没有那么方便 不过它后侧多了一个隐藏的袋子 也是用来放手机镇件什么的 这个包我感觉比小的那一款大三分之一 或者是四分之一的容量 但其实我的使用频率反而不高 主要是因为觉得没有那么方便 再加上没有放水的地方 其实这两个包设计挺好的 价格亲民也很耐用 都是迪伦牛筋布的 但是现在我的笔记本比较大比较沉 然后有很多电子设备 所以在挑选的时候 我会更多考虑防护 这一次分享的双肩包 因为时间久远 我还专门查了当时的购买记录 还有详情什么的 发现都在售卖 并且不同程度的涨价了 我当然也有别的双肩包 比如说很早之前就出掉的粉色阿迪 那个包确实很轻 但是只能装衣服 我还有个迪卡农的登山包 超级能装 但我觉得这只适合特殊群艇下使用 同样很少用的 还有骑摩托车的骑行包 可以放一些东西 有防护作用 OK那么本期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